大家好,今天我录制中共政治人体实验场实验报告59 论郭文贵先生的政治幼稚病,以及农夫养舌改良主义 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 革命就是暴风骤雨的财产重新分配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郭文贵先生呢,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也有着他自己身后的一些社会关系和背景和历史渊源 那么仅仅因为这一点呢,又由于他本身也是一个有钱人 所以他在一定层面上,他可以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定层面的人进行沟通 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呢,貌似谈的是一个腐败的问题 实际上呢,他的老领导已经跟他谈得非常清楚 是牵涉到江山稳定的问题 对吧,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但是郭文贵先生呢,在这一点上呢 他呢,明显犯了政治上的幼稚病 郭文贵先生的幼稚病在哪里呢? 就说,他去支持习近平 这就是他极端幼稚可笑的一个特点 他去支持习近平,他跟着习近平走 他认为只要跟习近平团结在一块 就能把这个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 他的家人就能够真正的得救 并且共产党人不会对他进行秋后算账 这全是政治上的幼稚病造成的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和应该怎样与共产党人打交道 中国共产党人的人品是什么呀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总是秋后算账 牙字必报 这个事情呢,首先我就跟大家说清楚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 从他一成立的初始 他的两个代表 一个叫马林 一个叫玉飞 玉飞是怎么样呢? 被杀死了 对吧 被杀死了 他那个马林是什么? 福尔马林 大家都知道吧 他是防腐 这个炮制尸体的 也就是说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想取得成功 玉飞和马林 他们这两个代表 俄国人的态度就已经很清楚了 第一,不允许腐败 所以你看,前苏联他的国家领导人 虽然他享受特权 奢华无比 但那些钱都不是他个人的 所以他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出太大的问题 他反而相反反来的很强大 玉飞呢,也就是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 共产党属于外戚的外戚的外戚 也就是说他最高是子爵 他的爵位很低 最高是毛泽东 公后脖子男 王后男爵是邓之龙 邓小平的男爵是假的 大家知道了吧 也就是说 共产党如果要想存活下去 第一,不能造朝廷的反 第二,他必须坚决防止腐败行为 否则他们的下场就非常严重 当时呢 现在就是对他们的态度就已经很清楚了 而这毛泽东 形成了他必须杀人灭口 他才能抢夺权力 否则他抢夺不到 于是乎他就形成了一种黑洞的逻辑 血债和财务债务不断的增加 而且是高成本高消费 高成本高消费的情况下 血债和财务成本不断增加 以至于形成一个坍塌的黑洞 毛泽东呢 他的错误在哪里呢 他认为坚持七八年一次大扫除 就可以构成这样一个死循环 往后无休止的延续下去 所以这可能吧 他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也就是而且他最终将成为泡影 知道吗 如梦幻泡影一般 那么谈到共产党这个现象 就是说呢 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 第一 共产党人呢 不能够成为腐败分子 如果成为腐败分子 共产党就完了 第二 也就是说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 要夹着一巴做人 要跟人民要到人民群众中去 和人民群众走在一起 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出身 和他们在革命道路中 所犯下的血债和财务成本有关 也就是说 因为血债和高消费的财务成本 使共产党人不能拥有巨额财产 而且还是人命案在身 如果他不是全心全意的 为人民服务的话 就足以判处中国共产党人死刑 比如说个体消灭 满门消灭 灭宗族 因为消灭个体 消灭家族 消灭家族 灭宗族 这属于古代立法 它不是胡说八道的 它属于古代法律的一部分 而共产党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灭十足 共产党人自己就很清楚了 对吧 也就是说现在文明社会可能很少有干这个 但在古代社会它确实是按古代法确实是这样进行的 那么现在大家请大家注意 毛总属什么呢 属蛇 对吧 习近平属什么呢 也属蛇 郭文贵先生又知道什么程度呢 你面对了两条蛇 他都不知道 小孩都知道 农夫养蛇是一种什么样的 后果是什么样的下场 因为人呢 他在自然界里头啊 这个蛇放在农夫的胸膛里 他却把它保暖了 你说那蛇 喜欢不喜欢 喜欢 但他为什么要把农夫咬一口呢 其实蛇也没办法 因为这是他的自然天性和他的本性 他一定会农夫养蛇 因为他要吃啊 他要喝呀 你们是农夫 他是蛇 那你不让他咬你 他不吃你 他吃什么 他不就饿死了吗 就是这种自然性的动物的 动物的自然本能的矛盾冲突 就在这里 这就是江山一杆 本性难移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今天成了一条蛇呢 对吧 为什么成了蛇呢 第一 他血债太多 人民干太多 第二 他不能拿这么多钱 第三 他是高成本 高消费 他早已经破产 他为了活下去 他必须把人给治残治死 这是他唯一的生物 就成为了他暴力 就成为他行使暴行的真正的难言之隐 所以郭文贵先生和习近平之间能够达成构合吗 这种构合是绝对不能要的 一旦达成构合的话 郭文贵先生的财产和生命案件都会成为严重问题 所以郭文贵就犯了政治上的幼稚病 以为可以支持习近平 然后就可以搭上中国渐进式民主改革的道路 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所以第一点我先谈了为什么 什么叫农夫养蛇 第一次 蒋介石农夫养蛇 结果毛泽玩了个蛇吞下 一下把中国给推向深渊 好不容易咱们从深渊里爬到地面上来了 像郭文贵这样的有钱人 在面对共产党这种暴行的时候 他再一次犯了政治上的幼稚病 他要开始农夫养蛇 妄图相信跟着习近平能够从事什么样的政治上的改良主义 这又再一次犯了错误 也就是说啊 这一个人呢 改良主义它的基础是什么 大家要搞清楚 任何一种政治上的改良主义 它首先第一 它没有血债 第二 它没有财富上的债务 第三 它只是财富的不均 如果这几点能做到的话 就存在着改良主义的可能 那么当时 为什么毛泽东喜欢康有为呢 他不喜欢孙中山呢 因为当时在满清灭亡的时候 中国确实存在着改良主义的重大时机 但是这一切被孙中山给毁掉 孙中山把这改良主义的最后希望彻底给摧毁了 实际上当时中国社会是完全具备改良主义 如果当时改良主义成功的话 中国中国的现在会很幸福 会很和平 老百姓会非常富裕 早已经有了大面积的中产阶级 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么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改良主义的基础呢 他不具备 第一 他财务造假 他现在的有钱人掌握了巨额财产 而这些人是不应该有这么多钱的 这首先存在了一个真的真的存在了一个改良主义的幻觉 认为可以进行财产的重新分配 就可以进行这个改良主义 但是他忘了还有其他两点 对吧 还有其他两点 第一点 共产党负有血债 对吧 从毛泽东时期那时候开始 他负有血债 还有一点呢 他现在是财务造假而形成的财富不均 也就是说他跟改良主义真实的 应该得到了财务的不均的那种状态还不一样 人家那种有钱人确实就应该有钱 但是他钱太多了 而他这不一样 他是造出来他就压根不应该有钱 结果他有了钱还形成了不均 大家就可以知道这种恶性有多么多么严重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具备这种改良主义 和平的解决财产从新财富从新分配问题的 这样一个条件 对不对 所以他这种方面要达成和解的情况 那么还能要共产党来领导这个改良主义吗 不可能啊 共产党出于他的财务上造假和血债 他也不能够允许这个改良主义存在 因为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主义 对共产党来说都足以窒息窒息死地 所以郭文贵的政治幼稚病就在于他认为跟着习近平可以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 为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给大家讲清楚了吧 也就是跟着习近平走是走不上 鉴定是民主改良发展道路的 通过改良主义是实现不了法治和民主的 为什么共产党不行 他必须下台 没有其他出路 以他作为领导是实现不了的 很多致命问题是无法实现的 为什么呢 第一血债在身 对吧 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 打击右派六四世界 镇压法轮共血债累累 这是其一 其二财务大面的造假 不该有钱的人却有了钱 而又不肯吐出来 对吧 打成一团 对吧 第三 政治上逻辑的问题存在致命的谎言 跟着这样一个政党 你怎么可能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呢 改良主义的法律为王的法治和民主呢 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他早已经人心丧失耐心 这就是为什么 一旦你要和郭文贵为什么放有政治人 幼稚病呢 一旦你要和共产党人去达成构格的话 我可以明确的说 你郭文贵先生必然会遭到共产党的牙子比报 和秋后算账 你难逃一死 共产党在跟你达成交易之后 他不会放过你 他接着会按他的黑洞吞噬一切的逻辑 继续运转下去 你郭文贵早晚被他得吞噬 这就是因为你郭文贵没有看清楚现实造成的 也就是中国已经不从一不能農蛇吞象 二不能農夫养蛇 三已经不存在改良主义的可能 那么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 他为什么这个王岐山提到的国家与革命这个事情 在中国无法实现革命呢 因为他现在的有钱人都是造假出来的 都是通过克隆复制 人工诱导 无性繁殖 嫁接技术出来的假的资产阶级 他不是合格的资产阶级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他的革命一出来以后呢 他犯了反人类的原罪 就形成了对我们家族的谋杀 为什么他有钱有枪 你还有核什么病啊 他无法解释 他就形成了杀人案 而当真正革命发动起来的时候 革命发动 他一定是光明和正义的 但是他却形成了一坛烂泥 打成了一团 他无法形成团结一致的 暴风咒语似的 心甘情愿似的 每个人都充满了光明正义思维的 真正的革命 他打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造假出来的 他放有重大的血债和财物造假出来的 他根本起不来暴风争雨 他只能成为风言风语和胡道 胡打胡闹 乱脱一团 就成为这种现状了 但是至现在的万幸的是什么呢 还没有再跌入黑洞 还没有跌入黑洞 对吧 所以我跟大家已经说清楚了 所谓现在面临的一切 也就是说 蛇吞将 注定是失败 农夫养蛇 那是江山一干 本性难移 那是自然属性 改良主义 完全不具备改良主义的基础 暴风争雨已经无法起来 为什么每个人心里都是黑洞 他根本就没有光明和正义 为什么必须坚决彻底的断绝这一切 为什么 以这种心里出来的这种暴风争雨 他只能是黑洞的一次 对恒星 对中国的一个再一次的吞噬 那将是刚大的灾难 所以在我以前我说的非常清楚 应该以军队的强力保证为基础 进行强制性的裁判再分配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共产党偏移一案 或退出江湖 就是共产党或者像国民党一样 偏移一案 或者退出江湖 这是唯一出路 没有其他办法 习近平所说的 渐进式的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 那条路在中国社会行不通 原因我跟大家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请把大家解决说 我们没有蛇吞象的基础 没有农夫养蛇的基础 没有改良主义的基础 甚至都已经丧失了 暴风骤雨革命的基础 那怎么可能有 基于改良主义的法治和民主建设的基础呢 那是一个梦啊 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觉 所以必须怎么做 解散中国共产党从一马平穿的 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国家 那么这些要怎么进行呢 就必须以军队和司法机关的强力为保证 进行强制性的 双方彼此协 双方彼此确认的财务上的重新财产再分配 是以军队 暴力机器为保证的 这样所有人才能平安的度过这场危机 都得认 不能不认 天上没有掉下饼的事 否则中国就将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 我们率先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郭文贵先生 如果你跟着习近平去走那条路的话 我可以给你很清楚告诉你 郭文贵 你现在已经犯了天真可笑的政治上的幼稚病 你跟他打成苟合 那是绝对不行的 必须中国的唯一出路 就是照着毛泽东 江青 邓小平说的多 没有其他出路 杀人场面 欠债还钱 放人 像我们的人质就必须释放 你郭文贵的家人和合理有员工就必须释放 还钱放人 该多少钱是多少钱 公平合理的 处决三十万 那么还有建议是民主和法治建设吗 不存在 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国家 进行彻底的 整个的资产 人文 以及其他人力资源各个方面的彻底冲突 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必须推出立志舞台 这种灾难是彻底达到孙中山 这一切才能结束 现在大家清楚了吧 所以郭文贵先生已经犯了政上的幼稚病 你要揭露就彻底的痛快的揭露 千万不要跟共产党构合 否则不仅人质你救不出来 我告诉你 共产党一定会对你秋后酸长 牙子皮包 不信你就走着枪 你看我说的准不准 好吧 我这说这么多 郭文贵先生 请您一定要认真考虑我跟你说的事情 这不是儿戏呀 关系着多少人的身家性命 所以我建议你彻底公开我和我妻子 以及我家族的历史真相 这个给公布出来 他可以有效的拯救你 帮助你 高风险高收益 有时候看着最危险的事情 恰恰相反是最安全的 最正确的决定 其他的你认为那个暂时 现实中安全的决定 恰往往留下了足以致命的隐患 所以绝对不能与共产党构合 你太愚蠢了 谢谢